觸覺了整個全世界的死刑人數的80% 但現在這個數字差不多是50% 所以在中國它內部也有這樣的壓力 現在中國的政府把所有的死刑案件 讓最高法院再進行重新的審議 第二次的審議 那麼這是一個非常積極的步驟 這也是中國人民 包括中國的律師所達成的第一個成就 但是他們應該要做更多的工作 那麼如果他們不做到這一點的話 任何一個人都成為可能下一個受害者 沒有人能夠保證說 你可能會因為政治的原因 你剛才說的很對 中國確實沒有經過文藝復興 但是中國有悠久的傳統 但是中國現狀來說 你剛才講到了 殺死人 殺人 處決人 並不能減少犯罪現象 我們知道如果說你現在 你今天要在我們的節目裡邊 給中國聽眾說 不要對經濟案件處於死刑 不要處死那些貪污腐敗的官員 我們知道今天中國的貪污腐敗現象非常嚴重 如果你說不要處死那些貪污腐敗的官員 我相信很多聽眾會不同意你的意見 但是我們確實有這個證據表明 你殺的貪官再多 中國的貪污腐敗現象 仍然是越來越嚴重 這是個制度問題 下面呢 我來念一個中國大陸聽眾通過互聯網回答 來提出問題 他是說 如果刑事犯罪 不應迴避死刑 就是一定要有死刑 否則呢 無法延止 遏止 嚴重的刑事犯罪 他指嚴重的刑事犯罪 我可能就是殺人放火 中國的問題呢 是巨額投入於軍費相當的維穩費用 維持社會的穩定費用 中國現在已經超過了軍費了 對內 但是呢 中國仍然這個社會 仍然是不安定 他說這筆費用呢 主要用於鎮壓中國的民主運動 而不是用於老百姓需要的 對刑事犯罪行為的治理 你怎麼看聽眾提出的這個意見 大社國際並不是 對於這個錢應該用在哪裡 這種事件能做出置評的組織 我們覺得這些金錢應該用在一些社會問題上 比如說住房啊 教育啊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基本人權的問題 那麼人不應該挨餓 政府有這樣的責任 保證說他們的所有國家的人民不挨餓 而且他們應該要有一個基本的住房 不是說住在豪華的大廈裡面 那麼應該是這個作為人的一個基本人權 都應該要得以尊重 但雖然這麼說 中國的政府包括甚至是美國的政府 全世界各國的政府都應該要關注法制的問題 也就是要減少犯罪 我們是支持這一點的 我們並沒有反對這一點 但是如何達成這一目標 如果說有人是受到犯罪的嫌疑 這個人應該要得到公正的審判 如果這個人是很窮的話 政府應該給他一個免費的律師 讓他來為他辯護 在這裡我們可以也看到 窮人進監獄的數字要遠遠高過富人 人人平等是維持社會穩定的主要的一個途徑 而不是投入大量的什麼維穩經費 這樣讓每個公民都能夠窮人富人 都能在法律面前接受最基本的法律的 在這個法律框架下得到社會公平 這樣可能能夠更好的求得社會的穩定 我們現在有很多很多聽眾打電話來 已經幾條線全部滿了 我們再接聽眾電話 福建王先生 福建王先生請講 你好 王先生您好 你好 你說的是中國 我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馬上就要到六次了 不知道這個時候六次 以後會不會有六次 在他們之前那些學生理系 就到這邊來展現了 就是說來算節目 我們今天比較六次 面對六次的特別結果 是六四馬上又到了 我們聽到你的建議上讓我們請一些當年六四的學生領袖 六四的過來人講一講這段歷史 我知道今天很多 那我們今天討論的呢是中國死刑問題和中國法律這個公正的問題啊 這個六四的問題呢我會把你的建議向有關方面反映啊 接下來我們接聽廣西 廣西 譚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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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談一談自己的觀景 這嘉賓他好像很想對属性 是的 請講 我認為這個在属性在中國是必要的 你比如說販毒啦 重大命案的殺人犯啦 還有大的貪污犯啦 中國的國情是不同的 所以這樣一個精神至上的國家 大家都認為這個情勢最重要的 有些人為了聽什麼事都幹 沒有死刑的威懾根本起不了作用 就說共產黨垮牌的話 這個死刑因爲說也必要的 但是人權問題我就不敢說了 中國政府好就從來就沒有被中國人權 政府說了算 政法 政府等做啥 司法不能獨立 人權就很難做到了 而只要法律人權 人權平等 我想跟有沒有属性沒有關係 這個在法律面間平等 中國政府是很難做到 謝謝 下面我們接聽河北張先生 河北張先生請講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我想說我是同意取消的一個属性 因為這個属性一般犯罪的 就是說弱勢群裡犯罪的比例比較大 在一個什麼呢 在一個社會存在著一種這種現象 就是說有錢的人 有錢有權的人犯了罪 或沒錢沒錢犯罪 它不一樣的 像有的地方吧 它就說公安或黑勢力勾結 比如說這個人有錢犯了死罪 他可以通過一些錢送一些禮 然後不被判死刑 但是相對來說 繼續說